10月1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他和妻子梅拉尼亚的新冠检测呈阳性后,股市似乎开始大幅下跌。 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后走势的道琼斯期货下跌401点,意味着开盘下跌大约406点。 与此类似,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期货也显示大幅下跌。 目前尚不清楚投资者为何对这一消息感到紧张不安,但是市场的传统观点是,投资者不喜欢不确定性。 道琼斯指数周四收盘上涨0.1%到27816.9点,因此下跌406点相当于下跌1.5%。 可以肯定的是,股票期货的暂时上涨或者下跌可以迅速扭转走势。 请问拒订 Podcast xin吝点赞 。